爽爽贵阳城,暖暖贵阳人 昨天好像反过来了 天气莫名其妙的特别热 车内必须开空调,不然吃不消 到晚上啊,我看了一下室外的温度都没下30度 上期视频咱们讲过 我开车离开贵阳,过检查站的时候 被热心的志愿者反复询问的时候 也就戴了十几二十分钟的口罩吧 而且是普通口罩 我这镜片上就起了一层雾 这个天气N95肯定是不敢碰 幸亏也是自己开车 否则呀,不说全副武装 N95肯定是少不了的 而且肯定不让开空调 也不敢喝水和吃东西 这时间一长,对身体和精神 就是一种很难承受的考验 我是经不住考验的 我宁可宅在家里,哪都不去 如果没的商量必须去 那就尽量和家人分开走 如果分开走都不行 那就车头车尾分开坐 如果分开坐还不行 那我就选择坐窗边 一来是可以更多的观察车外的情况 二来更重要的是 安全锤一般都放在靠窗的位置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如果乌鸦嘴真的万一了 而我还侥幸可以用手机 那我一定会再录一起 不为别的 只为自己和身边人能够吸取教训 至于那些睡着或者是装睡的人 可以把我当个笑话听 有人会说你现在上嘴皮一碰下嘴皮 说的这么轻巧 到时候有人请你去喝茶 你就不敢说话了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你也不想想 都经历过生死了 都亲眼看着身边的人都出了事了 你觉得还有什么放不下 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吗 我是丁风波 下回咱们接着说